大家好,今天的话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写listing的五个小技巧 前几期的话有跟大家简单的介绍过就是我们写listing的万能公式 今天的话基于万能公式的基础上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写listing的需要注意的点 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写标题的时候啊 尽量把我们的最核心的关键词靠前写 就是这一块 像这条listing的话它的一个核心关键词就是一个花园水管 以及是可扩展灵活这样的一个关键词 我们尽可能的把这些关键词靠前写 所以在我们写标题的时候最核心的关键词一定是最前面的 尽可能的去提高我们listing的权重 第二点的话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手机端的链接展示 大家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亚马逊移动端的一个购物方式 这边的话给大家放一个截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说的关键词的时候啊 只显示我们标题的前一半后一半的话是以省略号的形式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小技巧 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标题啊 一定要尽可能的去覆盖多个流量入口 因为一条listing的标题它的流量入口就那么几个核心 大词和主流的应用场景词 这些核心的流量入口呢一定要顾举到 如果说没有顾举到那就会整体的影响到我们广告跑的数据 以及会影响到消费者在搜索我们关键词的时候 平台会不会去显示我们的listing 我们要多去参考他们的一个流量入口 然后再去研究自己的标题卖点和描述 这个一定是错不了的 比起我们自己盲目的去想去写靠谱的很多 所以整合竞争对手的优质listing也是我们运营的一个捷径 我们一定要掌握这个技巧跟思路 以及我们也要尽可能的去了解到我们竞争对手的QA和review 因为通过review跟QA 我们可以尽可能的了解到消费者最真实的感受 以这条listing为例 我们点击它的一个评论里面 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它的一个差评 参考它的差评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了解消费者对于它的产品的一些痛点在于哪里 我们可以将这些点特意的去表现出在我们的listing中 第五个的话一定要注意版权侵权在一块 标题跟文案都是有版权的 所以说我们得尽可能的去参考做的好的卖家的listing去模仿它 而并不是说直接去复制它的listing 如果说我们直接复制它的listing 如果被投诉成功 那我们整条listing都会被下架 那我们的整体的运营就完蛋了 其实写listing的话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包括一个review的布局 包括QA的布局 还有图片的细节设计 场景图的应用布局等等 谁的listing能够做得更加的出色 谁就在这个竞争中就有更大的优势 好 今天的话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